第二颗,红球的右下角地带 需要打得很薄 好球 看看红球的走位啊 力量 刚刚好 对,打四分球 中地杆一横 直接交到了中带的红球 应该说如果埃伦的远线不能恢复的话 那他的整体的杀伤力可能会下来很多 对 看看力度 刚刚好 谢谢 地杆轻轻一推 应该说以马奎尔今天这个状态 对上今天的埃伦 很有可能 埃伦会是3比0吗 至少埃伦现在这个状态 很难从马奎尔手里赢下一局 他必须要调整 我们给您做了介绍之前双方唯一的一次教授 就是马奎尔3比0 战胜了埃伦 昨天我们转亨特利对梁文博的比赛 以前他们也是有过一次教授 同样是在06年大奖赛 梁文博是3比0赢了亨特利 结果昨天又是复制了三年前的一幕 今天看看这场比赛 会不会也像三年前那样 同样是3比0 马奎尔这根开球 开得非常不好 干法用的稍微的低了一点点 本意还是以撞松为主 然后主要叫最左侧的这颗红球 但是没有交到 44比1领先43分 应该说这个比分还不足以确定本盘的胜利 对 看看这个球马奎尔完成的怎么样 好的 但是母球的位置 22 应该说绿球还有机会击打 本来刚才的球是我们感觉 马奎尔打到超分 应该说问题不大 但是中间可能有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壁楼 对 斯诺克这项运动就这样 你稍稍差一点 他会逐渐放大你这个难度 也直到你15 但是职业选手呢 跟野业选手有一很大的区别呢 就是因为他的纠错呢 我可能因为这个问题 但是他会把这个难度给收缩 对 防守 好球 这个球应该是全部的挡到 看一下这个慢镜 先是碰到黄球 然后躲到了咖啡球的后面 看看艾伦怎么来救这个斯诺克 两库碰到 好球 还有最左边这颗红球的左下角底带 还是有机会 但是架杆会有一个小小的厚丝弄 看看能不能 刚好能躲开 对 看来问题不大 打薄了 这个失误有一点不太应该 可能还是母球边上那颗红球 还是多多少少一点点影响 艾伦尝试进攻 高杆轻轻推下 又偏了一点 这个 这盘球 力量 艾伦呢 这个赛季 才是他进入职业赛季的第四个赛季 上个赛季排第16 这个赛季排第11 应该说他上升的速度 可以用火箭般来形容了 但是艾伦的球风就是这样 如果一旦没有手感的话 他的整个的杀伤力会降得很多 他不像马奎尔 包括莫菲 包括傅家俊 攻守比较平衡的选手 他有时候没有状态的时候 他可以利用防守 慢慢把你的战斗力给消耗了 就等待你的失误 对 包括像卡特 昨天卡特的远线 整场都只打了一杆 但是3比0 应该说艾伦这二选手 他是特点比较鲜明 但是一旦他有了手感 应该说像如日中天的萨利文 在世锦赛这么大的比赛 也倒在了艾伦的干项 就是 现在台面上马奎尔已经超分 赛季2比0 应该说马奎尔也发现了 艾伦到现在为止 没有调整好自己状态 第一盘最后一关红球 包括刚才绿球也有机会大 但是他还选择了一杆防守 对 也证明艾伦对自己的进攻状态 也是不太自信 职业选手就是这样 我发现了你有一点点破绽 马奎尔我发现今天你手感不好 那我会抓住这个破绽 不会给你任何一点点的机会 抓住你的弱点 那是加以重点的打击 包括马奎尔 很多球有机会攻 我也不攻 我也要防你 既然你远线没有准度 我绝不会给你半台球热身的机会 是 其实这个完全可以看到 你看昨天的金龙跟卡特 这就是之前的问题 看来在温温取胜的情况下 马奎尔打的是非常的轻松 如此薄的一杆射红球的脚带 也是漂亮的打击 这球很有难度的 而且关键是车架杆的速度一定要快 对 否则反归了 松弛下来的职业选手 打击球来 很飘逸 对 那完全就是表演 蓝色五分球 可以添点力量 两枯 刚好踢到咖啡球 43 45 这一杆马奎尔也可以打到50加 4比0 确实应该说始终马奎尔在控制住这个比赛 对 而且是不单单是控制台面的球 他还尝试控制艾伦 应该说 两盘球过后 艾伦也没有像样的 没有即便像样的可以击打的机会 60分 打了63分 打进黑球青台的话是单杆70分 好 玩一个翻带 差了一点